字幕agen.com 字幕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来到了聪音世界 今天在聪音世界要做的是字母H 这个字母H 我们会需要46条彩虹圈 这两边你可以用两条 如果你没有那么多彩虹圈 那如果你彩虹圈够的话 我是建议你用三条 这样会比较扎实一点 好 那彩虹圈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这个H呢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做 做两条像单链手环一样 但是用三条 一次用两条或三条 然后中间再做一条 把它连接在一起 那我们现在要先做中间的这一条 它两边的连接点呢 我们今天只要用两条就好了 好 那中间这一条呢 先拿两条彩虹圈 转一次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四个小圈圈在你的彩虹棒上面 再拿两条 把它搬过来 再做一次 那这个是横的部分 那好了之后呢 我们暂时 可以先轻轻的打个结 不要打太紧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一片先放在边边 然后我们现在来做边边的这一个 拿一条彩虹圈 转一次 两次 那你就可以看到有三个小圈圈 拿三条彩虹圈 你也可以用两条 然后把这一个 搬进来 所以现在应该看起来长这个样子 再拿三条彩虹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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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翻过来 那这一次呢 我们要加那条横的 我们刚刚做的 所以可以把这一头 暂时先摆着 这样应该不会掉 然后把这一个 解开 把它放回去彩虹棒上面 这个交接点是最难的地方 但是你慢慢一步一步跟我一起做 那放上去之后呢 这个跟夹心饼干一样夹在中间 然后把这一头 拿过来 这样中间这一片它就夹在 这个两面 中间 所以你现在在彩虹棒上面呢 应该看到这里有三条 这一边也有三条 然后中间夹这一片横的 好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继续做 那这每一条 有六次 我们 刚刚只做了三次 我们做到这个交接点 所以往上再做三遍 再拿三条彩虹圈 把它搬过来 把它搬过来 然后我们需要再做一次 那这样子 那这样子我们这一面就做好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这样子的 这是其中的一个角 然后我们就可以结尾了 那结尾一样 拿一条彩虹圈 这个像安全带一样 把它绑起来 从另外一边这样拉过来 从另外一边这样拉过来 这样它就会绑一个结 然后把它拉紧 那这个安全带要把它藏起来 可以从这附近 藏在第1或第2个 都可以 那这样这里还凸一块 再找一个地方 再把它藏起来 可以往下继续藏 或边边都可以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一半 现在我们再做一个角 在这里 把它连在这一边 所以我们再拿一条彩虹圈 转一次 两次 那你又可以看到 三个小圈圈 再拿三条彩虹圈 再拿三条 再做一次 好 那这一次呢 一样把这里先解开 然后把这一块 我们刚刚做的 拿过来 把 另外这一头 应该有四个小圈圈 要四个小圈圈全部都拿到 放在彩虹棒上面 然后把它翻过来 放在这边 所以一样 这里又跟脚心饼干一样 中间这一条夹在中间 然后扇 扇 然后继续往上做 再做三遍 再拿三条 把这个翻过来 再拿三条 再拿三条 好那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再拿一条安全带 拉过来 把它绑起来 拉紧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H 那把它整理整理 如果你要当吊饰呢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当摆饰呢 可以把这个安全带 藏起来 跟刚刚一样 到这附近 找一个可以藏的地方 在哪里都没关系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字母H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帮我点一个赞哦 然后别忘了订阅的频道 这样我有新作品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个看到哦 也承知邀请你参加我的粉丝团 你可以在Facebook Instagram 或Twitter上面找到我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见 拜 拜拜